惠山古镇 它为什么会让你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 会让你想要重点介绍它 这个古镇 它里面有90个姓氏的祠堂 就是说一般上大的姓氏 比如说你姓什么 我姓洪 你的姓氏算是大的吗 我的人蛮大的啦 我的姓大不大我不知道 应该是OK啦 挺大的 那至少我姓李 李很大 李很大对不对 所以在那里 所以在那里 一定找得到我的池堂 就是说我能去认足归宗 OK 所以可以去查一下啦 对 可是那些池堂 全部要还钱进去的 OK 然后我不晓得说 因为我去到的时候 很多人在排队 而且可能也少数人 像我们这样带摄影机去什么的 所以我身后跟了一群人 害我不敢进去 他们就很好奇 想知道说你到底在干嘛 是不是 然后去到那里 除了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姓氏有关的一些资料啊 可是要说你的钱 你的那些 祖宗十八代是谁之外 还可以 还可以去 还可以吃到很好吃的 会山豆花 会山豆花 就在那里附近吗 就在那一个 我刚刚说的那个古镇里头 它有很多当地的美食 OK 然后还有它特别的是 他们无锡有一个吉祥物 就是一对叫阿福阿喜的一个吉祥物 都是用会山泥做的 别的地方的泥做不了 所以阿山跟谁 阿福跟阿喜 OK 那阿福跟阿喜 他们长什么样子 他们是人吗 他是两个吉祥娃娃 OK 所以他是人的样子 他是人的样子 他长得有点像 Konichiwa的娃娃 OK 就是阿福跟阿喜 所以去那里 阿福阿喜应该是非常抢手的手信吧 大家会买回来送人 因为听说好像只有那里的泥 可以做出这个陶瓷娃娃 其他的地方的泥都做不出来 那你刚才也说到 有一道豆腐料理是非常有名的 那个 豆腐料理 是吗 你刚才说 就是豆花 豆花 OK 反正都是用豆做的 就是豆花 它有什么特别 它跟我们的那个Rogio豆花 有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要去那边吃豆花 因为那里 那里的豆花是咸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吃的豆花是甜的 都是放的糖浆 对 那里吃的就是有一点像四川市 他们会放榨菜啊 放酱油啊 放麻油啊 酱青等等 所以它的豆花 其实吃起来就有点像 我们一般吃的豆腐料理啦 就是它更加的滑 因为是豆花嘛 对 所以那个口味方面可以自己调整吗 比如说你喜欢辣一点的 咸一点的 酸一点的 可以 像我调出来的是没有人敢吃的 因为都是很酸跟辣 自己调 还是你可以跟那个麦的说 Auntie给我多一点醋 多一点辣椒 是跟她讲的 那你可以跟她讲的 Auntie给我多一点豆花吗 那些调味料不用多 她看我这样漂亮 她不收钱都给我两份 真的吗 所以好 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要去无锡吃免费豆花的话 一定要找李美玲去 带我去 带我去 OK 带我去 OK 她的阴谋 就是要你请她去 那我们等一下在K哥之后 也会请她来分享 到底 刚才她要讲的这个苏州 又没有讲成的这个苏州 有什么好玩的 继续锁定Love 就先在频道 行男行女去旅行 Oh yeah